第二个跟各位分享 叫做婚姻很差的性 女生其实通常 第一个比较重视的 人生比较重视 通常就是婚姻 所以当女生婚姻很差的时候 总是会觉得 哎呦完蛋了 妈了我妈世界末日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 现在的女性当然不再像以前的女性 那么重视桃花 但是跟男生比起来 一般的女生还是会比较重桃花 反而金钱并不是他们所追求 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各位当你看到这个八字 你第一个直觉反应 你看到这个八字 你第一个直觉反应 甲序 甲序 人武 丙武 各位 假如你看到这个八字 你应该觉得这个八字 其实严格来讲并不算差 对不对 这个八字严格来讲不算差 你假如看到这样子的话 那 那来讲我们要知道说 像这一种 财旺 官也旺的八字 其实他最害怕是 其实这个八字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在天干 这种八字 这一看就是财官都很旺的八字 所以说他的婚姻本身就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 我们要先知道 他假如天干 出现官会有什么情况 首先 我们会知道他假如出现官的话 第一个 物己土 我们可以知道己土会不好 但是物土会好 但是我们会知道 你天干不好 可是你地支还有啊 所以其实这个影响性不大 所以我们这个不予讨论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地支 像这一种八字来讲的话 他很害怕 他虽然官运很好 可是他很害怕 少掉 那少掉的话 各位 你认为呢 会怎样 少掉的话 一定是 盲目 盈目不会 盈目生火生土 所以盈目反而是好 所以 第一个他怕这个 第二个他怕 各位 火生土 一定会克水 所以他很怕遇到止水受伤 所以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其实你这个八字来讲 严格不算差 但是他只要一碰到这两个 通常 那都会很形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碰不到这两个会形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最主要就是一个是日主受克 一个是官运直接减少 所以 像他来讲 他在之前 为 能生大运 所以他的官运并没有很差 所以火生土生金 所以官运不差 但是他进入了新卫 他现在是在新卫大运 那进入新卫大运的时候 各位 五卫一合 所以还是一样 火生土 他碰到矛 像今年碰到马 他的官运就会出现问题 那之前的庚子年 他也会碰到问题 他也会碰到问题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 这个八字来讲 并 没有说 他的婚姻 很差 可是往往总是 我们常常讲 就是一点点鸡毛蒜皮士 就要 怎样 说人家很辣 了不了解 就要说人家很辣 根本不去管 不去管说 他的一个组合怎么样 而且 就很喜欢说什么 这个八字 我们都知道传统八字 你假如学传统八字 会有一个 盲点 什么盲点 伸墙 比较好 伸落 就很差 各位 所以 像这种八字 标准的伸禄 所以伸禄没办法认财官的 就会说 他的财官那么 可是偏偏他又伸禄不能认 他现在走到新位 各位 走到新位怎么样 财运变差 财运真的变差 那是因为财运 古为何 被合掉 然后天干也被 天干只是虚效 我们不理他嘛 那来讲 新位 那之前是人参 那人参的时候 各位 这个叫歪打正 为什么 润水生甲木生丙火 连续相生不会有事 地支火生土生金 连续相生不会有事 这个是他的顶尖 这个是他的运运 所以 深落 要那个 对不对 笔尖印 这个就是 符合税 他之前不错 这个呢 这是印 这个是他的官 你看 深落 没办法认官 不是没办法认 是 谷为何让他的财偏弱 对不对 那可是他其他的呢 你只要 像 那个 去年 任盈 任盈的话 是不是 卯木刻卫土 两个火又出来 引木是什么 是他的食伤 食伤 为什么他食伤 反而会让他的财运变好 然后各位 重点就来了 为什么食伤反而会让他的财运变好 他不是深落吗 所以其实各位 你们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八字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讲 就是因为用深强深入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深落他不能够用所谓的财官 所以像这种八字 你看水生木 水克火 土克水 他都是克蟹交加的情况 所以 有人会说他深落 然后在这一边做文章 可是各位像这种八字 连一个来生他的 很容易变重格 那重格来讲的话 就完全点倒了 他就走火 他就走土 都会很好 可是 实际上 那只不过是又在玩所谓的文字游戏而已 其实 一直都跟你们讲 看五行深刻就好 否则你深强深入 你来讲的话 在这个八字还勉强说得通 了不了解 勉强还可以 但是 但是大多数的八字他会遇到问题 就是深强深弱 他不见得照着 所以各位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其实 我们刚刚第一个讲的八字 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八字 你会发现到 其实好多种说法 各位 是不是 完完全全 简单的讲 我想怎么批 就怎么批 也就是你要什么答案 我就给你什么答案 结果到最后 原来 你是同样的八字 可以这样看 也可以完全点倒看 那怎么会这样 表示一件事 判断的规则 完完全全是怎样 没有标准 开心就好 很多人 他的八字叫开心八字学 我爽怎么批 就怎么批 所以我跟人家 我有跟你们讲过嘛 在我的课里面 他就有说过 他第一次找这个老师 叫做 他的八字是深强 第二次找这个老师 说他的八字叫深弱 你妈呢 他的八字还会强弱改变的 那强弱改变的主因在哪里 老师当时的心情 各位 老师当时的心情 那来讲 在五行派不会这样 五行派批命规则 他是固定的 所以在批命规则固定的情况下 判断模式都是一样 所以 还不会出现 我们常常讲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命理师一张褚佛律理 各位 这不是我们时常 给命理师的 一个写照吗 所以各位 我希望你们不要变成这样 毕竟你们是真的想要知道 你们的未来 会是怎么走 所以你在批八字的时候 必定要有一套固定的规则 去批论 而不是 这样也行 那样也行 然而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判断规则不明 这个可以被判断承诺 可是他假如用过去的运来推的时候 他又可能会被判断为深入 那这个情况就是我之前讲 你用结果来反推 你用结果来反推 我说过了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行为 因为同样的五行进来 不会 不见得有一样的结果 所以各位 这就是 我一直跟你们讲 你们在学八字 不是学很多批论的方式 这样批也行 那样批也行 学了五六套批命的方式 或许在讲过去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五六套找出一套 可以解释 但是同样的问题 你面对未来 五六套的法则 他是要依照哪一套发展 你也是要拆啊 老表姐 你也是要用拆的 所以那个就是什么 我们常常讲 没有固定的规则 假如你就只有一套规则 你看他过去就是这样看 你批他未来 你也一定就是这样批而已 所以 不管八字 多久看到了 我说过了 我在之前批过一个 他来男子找我批命 然后他就顺便把全家都问了一次 那问了一次以后 我就把当时候他的家人 每一个成员我就写 我怎么批的 状况是什么 我就写给他 两年以后 他找我 到他家勘宅 我就去嘛 勘宅完的时候 他老婆说有问题要问 我说好 OK 没事 我们就来看 那就再批八字 批完了以后 他老公就把两年前 我腾给他的那一张纸拿出来 老师这是你两年前批的 然后他老婆当然就要看他的那一张 结果他老婆一看到的时候 眼睛瞪得大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的东西 我刚刚跟他讲的东西 跟纸上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跟他讲 这不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情况吗 那各位 那是我记忆力好吗 不可能嘛 两年前的事 我刻了那么多 我怎么可能会记得 为什么会讲几乎一模一样的事 就是因为批令规则一样 你一样的判断法则 当然你就会讲差不多的话 所以 这就是固定规则 你才不会颠山倒式 很多人学了八字 自以为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他不知道 在我的眼里 他妈的你妈颠山倒式的家 神经病的 各位 在我的眼里就这样 你骂我骗子 我看你神经病 你怎么会这样 因为你的判断规则根本完全不固定 是什么 平心情 批命平心情 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所以各位 这也就是 我一直要跟你 强调的一个观念 批命 绝对不能靠心情批 也就是说 你的灵感很强的时候 你会很准 可是你灵感很烂的时候 完完全全很差 这样子给你批命 跟紫骰子 没两样 完全凭运气而已 客人运气好 你批得很准 客人运气不好 遇到了你批不准的时候 但是我们身为职业命理师 我们的批命水平一定要维持在一定 不管水平好 水平差 不会偏差太大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水平 所以各位 从这两个案例里面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在传统八字里面 他的差异性是不大 但是却又可以各说各话 然后把他远回来 那是没有用的 你可以远回来到现在 那未来呢 未来呢 所以各位 这就是学八字很重要的 不要只学会了讲 鬼故事 了不了解 所以这是第二个 要跟各位分享